江安相公所协力吉安社区办理毛线帽编织的演习课程 要提升社区的凝聚力 还有相亲间的互动情意外 也希望透过手眼脑协调创作 来刺激感官多功能运用 来防止老化 而想长游如珍特别到场参加 看到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都很认真在完成自己专属的毛线帽 感受到活动的安排 可以让相亲的生活更加精彩有趣 吉安相公所协力吉安社区举办了毛线帽编织演习课程 一针一线仔细用心的制作过程 让社区部分男女老幼都乐在其中 到小丸子那边找这个材料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适合 而且男生女生都适合做 然后我说为什么会发明这个 以前我们都是用棒针钩针 那还有后来是用钉板的 结果这个是最新的 他们说因为男生不会用棒针 那花明这个东西就是男生也可以织帽子 或者围巾送给女朋友 那材料当然是我们的经费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以初学者适合做 然后邀了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 我们开了早上场跟校午场 前香港游淑珍特别到场参加 看到大家认真埋头苦干 编织自己专属的毛线帽 肯定了举办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 面对季后变迁 寒游忽来忽走 让我们的天气受到了寒冷 但是在社区里面 带来暖暖的手工艺的推展 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编织的毛线帽 来开启生活的暖意跟幸福 我们相信自己一针一线编出来的手工帽 戴起来更能活络自己幸福的感受 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共构社区 共构自己生活多元的一个手工艺推展 也让吉安乡到位的建设 更多了许多的软实力 所以看到大家非常认真的 一针一线的在做 我们相信这是独有的 也是各自化的 更是大家成就满满的自己的作品 吉安乡公所和社区 共同推展乐活幸福课程 除了可以凝聚民众向心力 也让乡亲的生活精彩充实 更让吉安乡的社区发展业务 可以获得中央评鉴优异的高度肯定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